都太嚣张了 潜进了被害人家里面什么都偷 从200公斤的保险柜 一直到鞋子都给他偷到一只不剩 而且更离谱的是 偷了屋主的百万名车 来来回回的来载赃物 被害人是当地的前里长 出估的损失超过300万 现在也大叹治安好差 小偷好扯 酒隔架上半瓶酒都没有看见 只剩下空架子 模型柜里也只剩下一台模型飞机 打开下方的鞋柜鞋子也被偷到 一只都不剩 这里是竹北市实心理前里长李文绍家 四号凌晨遭到窃贼闯路 不断把家中财物偷到一个都不剩 甚至把比这个还大约200公斤的保险箱 扛出家门 保险箱是放哪里啊 我保险箱放这里 这个放大的啦 那个放小的 小的没有干走 大的被干走 窃贼敲破气窗 利用小洞勾开窗索 进入屋内行窃 不止家中一二楼全都遭殃 幸好被发现 歹徒才匆忙离去 连同屋主价值200万的名贵轿车 也被开走 铁箱上到车子上去以后 把所有一楼的财物都放到车子上 以后 然后就开着我白色的车子就离开 当然歹徒不止翻墙侵入 住宅内整整在房内逗留两个小时 手法大胆行进 嚣张 初步估计损失约超过300万元 警方调阅监视器画面 持续追查 窃贼下落 中间新闻和梦前刘一君 新竹采访报道